回到国内核四虽然已经停工 但是维修费还是得少付 预估证预算应该不会太高 但是如果之后还要重新启动的话 这费用可是高得吓人 经济部出估了 重启核四的费用得再追加500亿 而且封存的时间越长 这费用还会越高 核四确定停工封存不运转 但光是封存费用就很可观 应该不会太高 一号机已经完成了 所以安检之后 就是保持必要的一些维护 让它能够随时保持堪用的状态 强调封存不需要砸大钱 但封存核四 不止维修费得照付 重启封存的费用成本更高 一号机来讲 其实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 后面需要发的费用很少 但是二号机要完成 可能就是所谓的追加预算 2838亿的 所谓要追加预算到3300亿 500亿台币还只是出估 封存时间越长 费用就越高 以美国为例 核电厂封存十几年 再起封的成本就要30亿美金 最终也是全民买单 如果加上全面费核 接而来的高电价 民众的荷包又怎么受得了 记者戴瓦林和张昭鹏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称之后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和您内证明 感谢观看